HELLO,大家好,HELLO,HELLO 這裡是每一位核心文,大家好 HELLO 昨天晚上 有朋友來了 去了應酬一下 昨天那一集 今天早上,5點多起床 我看過 整部機 這部是3S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整部3S的基本機型 整部機型 但是整部機 機座 都是由MAVIC 演繹過來的 大家就很清楚知道 也都看得清楚 這部機 昨天晚上 是10月15日 就開啟出來 就說這部機可以賣 但是呢 我就看過他整條片 所以那條片我看過他 那條Trailer 給我們大致 他拍那條Trailer 但是這次的Trailer 其實 我自己就有些失望 為什麼會有些失望呢 這條Trailer拍出來 其實他沒有 主要很著力介紹 因為他始終都是 一些 更新的機型 大家就可能會清楚 會知道 其實有些什麼 會 多了 或者有些什麼 會好過他之前 如果你更新了 整部機器 就告訴你 這部機器 一定是更好過你之前 你才更新的 對嗎 但是 正面來看整部機器 我們看到一件事 他賣點其實都是 那一串私無事 那幫人說 那一串私無事 有什麼影響 對一般的人 都不會實質上很有作用 對不對 所以我就很少拿這件事 來做一個賣點 或者是一個 Selling point 或者是 因為拍攝的東西 有時不是一定 很大私無事 是拍得好的 那這件事 又不是柴人類台 我們來看你什麼需要 主要拍攝功能 大家也不需要 他的機器有很多款 有不同的 M43 有大的私無事 這部機器 我覺得這不是主力 24和70這一段 24其實 我自己覺得 是足夠的 24 最下面這個鏡頭 24這裡 基本上你拍攝 這支鏡頭都叫做Y鏡 再Y鏡頭 其實在無人機裏面 沒有什麼必要 除非你穿越機才有需要 你不要想著三支鏡頭 還有一些長焦的 170 這些中焦鏡頭 大家可能會清楚知道 這兩支鏡頭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是 差不多了 你說再長一點的 鏡頭 如果再長一點 就會跟MARFET 3系列 會有衝突 所以它就不會 跟它有什麼衝突 這幾支鏡頭 其實兩支鏡頭 你說三支當然是好一點 但是三支又重一點 有其他問題產生的 那 無人機基本上 可以飛去拍攝 是不是 那 也都 OK的 那你多支鏡頭 當然好一點 那現在這部機 它是二號機 即是二號機 對不對 那就是AR級數 那 這部機 主要的賣點 就說 它在前面的避障感器 這個拉打 這個拉打 這個是雷達 它有什麼作用 一會兒我會講一下 很簡單 我昨晚那集有講過 為什麼它不在MARFET 3機 或者MARFET 4 很簡單 如果大家覺得 這是重點 是嗎 鏡頭和其他東西 基本上都是 舊東西 是不是 我都講過 是嗎 就是新產製造 是不是 不過S 可能Special 某樣東西 是不是 那 現在主要都講過 拉打 那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喂 整個拉打 為什麼MARFET 3機 它不出MARFET 3機 或者 MARFET 4 是嗎 如四 大家知道嗎 你說 第二天有沒有 我可以告訴你 我跟大家說 它未必有的 知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可能會說 不是啊 我玩魚四 為什麼 魚四 未必有 這個東西 其實 昨晚那集 二千四百零四集 二千四百零四集 都講過 為什麼它不出 這一個拉打 其實 它就可以看到 夜晚一些很低光的東西 是不是 它好像寫了 一個垃圾 一會我會再找一下它 它這麼低光的東西 可以 可以辨認得到 那 那就問題來了 知道 可以 是嗎 某些地方 或者你申請了 是嗎 都當是這樣 但是如果這部 放進去 Mavic 4 裡面 問題就一定會有問題 因為現在這部機 就給其他地方 使用了一些 可能有些 有些軍事的東西 有些人 我沒有說什麼人 有些軍事的東西 你看到的 如果它整部大機 也有這個 夜晚備障功能 可能會有些人 會利用做一些 我們是做娛樂的 我們就有些拍攝 正確的拍攝 是嗎 Entertainment的東西 為什麼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如果遇死 它的力量大很多 你想到 如果晚上可以飛行的 這件事情 大大提高了它的機動性 所以 遇死 我可以簡單的說 它未必有 短時間裡面 它未必有 現在 如果它有這個 這個拉打 是它覺得 是可以的 是很棒的 這個東西 我覺得 很棒 很棒 大家都 可能 不是說不行 我覺得它也 要試飛過 你會清楚 但是這部機 的前身 它就是 Air 3 飛出來 這部機 動力上 夠力的 這部機 夠力 因為它整個 肢體 肢幹 整個身體 是夠力的 很硬 它是夠力的 馬達之外 都夠力的 但是 如果這個拉打 你看過這部影片 你也不知道 這部影片 這部影片 完全沒有任何介紹 只是寫個字 只是我看到 那部影片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突破 你說這個 夜視的功能 不是夜視 這個是低剛 可以叫做低剛 即是避障的功能 你說有沒有用 它出得 一定有它的用途 沒有理由說 它出來 完全是 沒有用的 你搞出來 是只有一個餃子 對不對 就是沒有可能的 這個東西 為什麼它不會放到4 那裡 剛才我術爾上說的 已經是我自己 分析出來的 那整部影片 我看不到 再有些 你說這個功能 其實 變形得到 就是一些 object 很小的 object 就是這個星波雷達 我自己覺得是 類似紅外線的東西 如果變形得到 其實是好事 對不對 但是問題 對一些低剛 可能在黃昏裡面 或者你晚上就不讓你玩 那你晚上有什麼 撞到東西 或者是 那你變成 也不妙的 對不對 那晚上有些 是不讓 其他地方是不讓你飛的 其他地方 有些地方是可以讓你飛的 那你要分清楚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就是大家看清楚 這件事 整架飛機的 樓體動力 它是英俊的 摸上手之前 跟Air 3 基本上是一樣東西 對不對 全部東西都是用 common parts 我們叫 一些共用品 共通品 整個東西 就是 避障 sensor 你看到 如果 很簡單 大家就看到 這裡 看得到 如果這部機 阿巴人都經常說 如果這部機 它是避障 是全方向避障 沒有問題 是不是 前 後 這個是 魚眼 一個 可以看到上面的 魚眼 這部 這個 CTS CTS 當是這個CTS 看得到 也好 看到一些 影像 也好 看得到影像 就是 可以分析到 可以分析到 是不是 這個東西 可以看到上面 那你上面 CTS 上面 可以感應得到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說 喂 你不夠光 它一樣炒上去 但是你留意到 它就是 弄在正前方 這個東西 這個正前方 整個東西 在正前方 是不是 在正前方 這個正前方 就是用來 有些 多一個 飛行安全 一個 空中防碰撞 一個 sensor 其中一種 是一種儀器 你說 是什麼 不要緊 但是 你有沒有 講到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拍過 給別人看 喂 我在晚上 在樹林仔飛 樹林這些 肯定是極端的 你不用說 但問題 這個是正前方 有角度 我覺得它是對的 如果你擋在後方 左右那些 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在一些 低纲環境 在側飛 還有到後飛 其實你的難度 就會更加大 正前方 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 是真的有用的 已經是非常之足夠 就是有餘的 如果你說它真的有用 你不要說阿班人牛沒有用 當然是 但它可以出的 我看小的東西 這個東西都會有作用 不會說阿班人牛沒有作用 而弄出來原來只有餃子 暫且我想我先相信它 可能大家都會先相信它 你看到那條TRAD 其實就不是說很多東西特別介紹得好 我看了很多的人去講 台灣、香港都看過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它的賣點不是很舊 你要明白 賣點不是很舊的意思就是 它沒有什麼很特殊的東西 價錢就 價錢就 很簡單 看到 Air 3S 普通版 配個N3遙控 我按進去看看 看到的 大家要選一下 看看你自己的適用於範圍 還有的 有唱飛版 三個電池 加個這個 三個電池加個N3控 普通版 這裏 這裏 三個電池 電池 N3 N3遙控 這個N3遙控 就是這樣 這個 我先看看 九千多 有個充電管家給你 三個電池 還送上濾鏡 濾鏡 濾鏡就不是很值錢的東西 還有一個 我自己覺得 這個單薄 這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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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 不是那麼好看 我自己個人覺得 灰色 有點怪怪的 另外 另外 去到 唱飛版 帶螢幕版 這個 就帶個RC2 現在的遙控 基本上 大家都可能會有 反正我都會有 這個遙控 整個產品 我先看看 有沒有單機賣呢 它沒有單機賣 這次 為什麼不出單機呢 其實其他人都有這隻控 你看 你看 如果你買普通版遙控 你有沒有發覺 它就帶了遙控給你 你買回來 其實你都會有遙控 怎麼會再開一個遙控 為什麼它沒有單機版呢 很奇怪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 坦白說 我覺得它是一般的 這個東西 我先看看 電池 999 嘩 這個999 就真的佈景了 這些東西在下面 我們基本上 就不需要看 有防障支架 這些東西 你要也好 不要也好 這個東西 就介紹一下 一吋Sensor 大致上 就 整條片 一吋Sensor 大家都要看得到 擁有14級的動態範圍 大像素 每個點與點 就是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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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幾小 24的等效焦距 就是24鏡頭 等於24 等效焦距24 平時拍照的24 有5000萬像素 特性 這些是甚麼經驗 看你是拍甚麼 這些東西 這些我們都 一吋Sensor 真的 25.4 一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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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工製 化成工製 25.4 OK 我們下一個看看 有一個叫做 中焦距離的鏡頭 中焦鏡頭採用的 4800萬像 一有 1.3英吋的Smos 就是 這個是主鏡頭 主鏡頭 其實這一支是主鏡頭 24這支主鏡頭 特別多數會用這一支鏡頭 來拍攝 行不行 你看到其實 70這支是中焦鏡頭 一支叫做 一支三寶鏡頭 24-70 這支鏡頭 就很實用 這一支 你拍結婚 基本上就揹著這支 24-70 基本上 基本上 你沒有特殊需要 你基本上 你拍合照 所有的基本上 可能有少少大頭 大頭相 你都用70 行不行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挺實際的 這支鏡頭 我自己過後覺得 挺喜歡 OK 還有 就是 4K 隔壁雙鏡頭 還有4K60 HDR的動態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我自己覺得 這支鏡頭 剛好 會分明很多 這支鏡頭 可以拍到H.265 錄製 10個bit 的影片 支援 4K 60fps HDR 動態 還可以支援 120 2K 可以到250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做慢動作 是有些使用的 120支鏡頭 和你吃的那支蘋果 基本上都是一樣 蘋果也有 它也有 繼續看下去 還有自由全景拍攝 還有自由全景拍攝 這支鏡頭 沒有什麼 Panorama 做全景拍攝 在這支鏡頭 大家不會少看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我們稱為駁相片 每一張照片 一格一格拍攝 一格一格拍攝 它自己駁相片 這支鏡頭 是很厲害的 這支鏡頭 可以駁相片出來 像素很大 以及可以放得很大 如果直接在後面拍一張照 跟它駁相片 是兩件事 你要先記住 這支鏡頭 我自己覺得這支鏡頭 是比較好的 有AR 這支鏡頭 它用過 它的博獎 都穩定的 即是AR的年代 或者AR 也要說AR的年代 都是穩定的 以及像素非常高 這支鏡頭 另外 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是甚麼 夜景 全全全 主動避障 這些東西 晚上飛 其實很少人 是試得到的 你明白嗎 但是你要飛 其實是 因為晚上 你也明白 敏感很多 你飛到這些大廈 在黑住宅 在附近 是嗎 你看到的 所以 這些東西 會怕 惹來一些問題 它說 整個東西 配備了前方 前方的 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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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 紅外線 也有 紅外線 三視角感應 還有其他感應器 例如Visor RIDAR 一些這樣的東西 可以全部主動 也只是他這樣說 這些東西是我不見的影片 他有拍的夜飛 這東西大家就 一個G字 你說要用得到他 不是很主要 我自己覺得 還有新一代的智能回航 這個智能回航 其實就是 反航精準度 我亦都見過台灣師兄 他在GPS裏面收得不好 他是做自動反航 他是 記憶到 某一個影像的位置 他是可以的 這個東西是我自己覺得 是好的 飛行安全性是 提高這件事 我自己欣賞 這件事 大致上 它有AR自動回航 回到你的點 這是 好事來的 續航性 大家可能會清楚 45分鐘 超長的 這件事 這件事 如果它連接拉打 電池是用舊電池的 因為舊機 它一定用舊東西的 電池有沒有改號碼 我不知道 這件事 這件事 大致45分鐘 大概是這樣 另外 這個東西 去到 剛才 清楚 不清楚 不知 按回飛機 還有 20公里 塗傳 所有O4 塗傳 基本上 看齊於 Murvet3 不 Sorry Air3 還有 Mini4 還有 CEO NEO 那部機 這部機 發射功率 可以20公里遠 但它不代表飛行 這裏 你不要搞錯 不是飛行 塗傳的東西 不代表飛行 這個字 我經常叫它改 我會不肯改 塗傳是可以做得到 人家意會 飛了20公里 其實不是 塗傳的穩定性 可以去到20公里 那麼遠 飛行要看回 你當時的空氣 風勢 氣壓 密度的空氣 還有 你的電池波 沒有阻隔 還有 你是在拍攝 4K 或者其他 它是有限制 全部東西的 高度也有限制 飛行 它才能用到 塗傳 這個續航時間 它都有 測試 有寫清楚 那麼 這個20公里 你覺得是 減了一半左右 OK 已經是 電池的盡力 這些都是 賣的 這些都是 賣的 整個 都說了 更多 你教我更多 按一下更多 按一下更多 先 叫你購買 整條片 都在黃昏裡 飛行 看完之後 這麼多 一條片都 沒有設定 那條片 不用說 它是只有音樂 沒有介紹龐白的東西 它一向都是喜歡這樣 找個沙灘 或者找個地方放 拍攝近鏡的東西 整條片 一直到黑夜黃昏 它就看到黃昏飛的 你看它不是黑夜 黑夜剪片而已 等一下 這裡就 先刪掉 雪地 再試給你看 現在 一些小樹枝 沒有的 這些樹枝 你說樹枝 會不會頂住它 它就說 樹枝 避得到 是吧 現在拍這部 就不一定是用它來拍的 我不知道 它就在這裡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條 trailer 不知道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拍的 我不想看完 你看完就看一看 那我講回 整部機 整組東西 這裡都有主要再介紹過 大一點 一吋Sensor 全景拍攝 這個是主要 還有它新一代的智能 反航 反航精準度 這裡是有提高的 這裡 OK 還有 夜景全 主動避障 這裡 夜景 這個 還有45分鐘的續航 飛行時間 還有動態範圍 還有動態範圍 14級 14個bit 這個會好的 拍著大相機 14級幾年前的一本相機都是有的 對 就是這麼多東西 整架飛機 這麼多東西 大致上就介紹了這件事給大家看一下 你說零件上的東西 有沒有東西是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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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沒什麼特別 待會我先回出去 回到它新上市的Air 看看這裡有什麼賣 我看看這裡還有什麼賣 看看有什麼介紹 價錢 大家自己去看看 是Care的都有的 千多元兩年 700多元一年 這件事是電池999 有個保護罩 現在用N三孔 螺旋掌 79元一代 還有一個測定管家 400多元 這個測定管家 可能都會看一看 它都會 可以幾個電子一起插 可以不可以呢 我不知道它 應該可以了 要控器 類似這樣 整組東西 一班人都說過了 給大家聽 那你說有沒有興趣 你就自己去看一下 那整組東西 我自己就看過了 那先拍到這裡 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武漢新聞 昨晚那集就脫了底 那跟大家呢 今天呢 就補回一集 是啦 講回這部 是Air 3S 那這部3S 我都看完之後 總結一下 看了很多人的視訊 也都看到它的設計上 之前有講過的 那你說 有沒有有因買呢 所以我暫且 我就覺得 不是說 很大有因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是 它的價錢到 七六 七千多元 用普通遙控 它也沒有 支援一個單機版 賣給大家 那為什麼呢 遙控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可能 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 五點多 就省了 昨晚 打算拍的 看看別人的評論 香港 其他地方的評論 剛剛我已經 介紹了整部機 主要功能上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都是 Copy Mini 那部Air 3 加一個拉打 它自己覺得 它是有用的 但是 在一般的人 就知道 好像我們 你說 要怎樣 去夜晚飛行 其實 意思不是說 很大 也都未必讓你飛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 對我們來說 這個拉打不是很大作用 那為什麼呢 我可以坦白說 如果這個真的有用的 這個拉打 這個是 雷射 這個雷達 這個雷射雷達 是有用的 變成了 其他機 是不是有機會 會下放下來呢 那為什麼 剛才一班人都講過 給你聽 開場的時候 就是 為什麼 它 Morvet的三機 它沒有這件事存在 或者是 四機 沒有這件事存在 為什麼不出一部 Morvet的四機 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會清楚 它一定有個問題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說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它不會降下來 理理虛虛 很簡單 它出了O4圖傳之後 其他Morvet是O3圖傳的 你看到的遙控 其實就不支援 不支援Morvet的衣服 但是它那部機 它拍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亦是Sensor大 亦都沒有問題的 它完全是覺得 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東西 但是為什麼它不會放下去呢 剛才我在影片當中介紹過 亦都免得再提及這件事 整部機 所以看下去 我只覺得是很帥 但是很可惜它沒有單機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其實我買到一個遙控 你多收拾我七個幾歲 也可能也對 有些人有遙控 好像我們有幾隻可以用得到 這隻機的遙控 對不對 RC2遙控 以及N2的遙控 N2遙控 N2遙控 為什麼呢 它是O4圖傳的遙控 N2遙控 它是O4圖傳的遙控 它使用的時候 是Mini 4 Pro 它使用得到 NEO CEO那部機 也使用得到 O4圖傳 還有Air 3代 Air 3 它上一級 它的大腦 它使用得到 這是它的加強版 可以這樣說 改裝的加強版 一定會使用得到 所以 其實買的單機 基本上 你為客戶的需要 或者要求 整架飛機 大致上 我又覺得這件事 事情就講到這裏 因為時間 我都要剪完片 出賣樓 多謝各位來到這裏 這裏沒有新聞 多謝 拜拜